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纽约的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批评中国 说中国善于欺骗而他的政府不再容许中国占美国的便宜 贸易协议可能很快将要达成 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介绍详细的情况 耀义 是 特朗普总统星期二的中午在纽约的经济俱乐部发的演说 在演说当中呢他说到说过去美国有签的很多的协议呢 对美国来说是很不公平的 尤其是在发展经济方面 他举特朗普政府刚刚退出的巴黎气候协议呢来做例子 他说呢根据这个协议的话呢 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呢都不需要遵守像美国这么严格的环保的标准 那么他就举例说呢 他说像印度呢就因为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所以呢能够享有比美国要宽松的一个环保标准 那个可以利于他们的经济发展 那么特朗普总结开玩笑说呢 我们美国也是发展中国家 接下来他就说呢 他已经写了一封信给世界贸易组织来批评说 中国不应该享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纽约是怎么说的 在世界贸易组织下中国被称为发展中国家 所以我们最近给世贸组织写了一封信 白宫首席贸易顾问拉里·库德洛知道这封信 我觉得库德洛并不太想这么做 不过他还是照做了 我们写了一封强硬的信 库德洛就说是他写的 你还真能赶上潮流 不过没关系 我们在信中强硬表示 将中国视为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 他们占美国的便宜 这是原因之一 他们把我们看作一头大肥牛 那么特朗普总统也说呢 过去中国大量的剥削美国工作 及美国财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那么因为现在呢 他所实施的对中国的关税 美国从中国人每年收取 几十亿美元的关税 而且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半个多世纪 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供应链呢 也严重的断裂 所以呢 现在中国很想要快点达成协议 特朗普总统并且说呢 已经很接近了 一个伟大的协议 可能很快就要发生 不过特朗普总统 接下来又继续的批评中国 说中国很会欺骗 我们看下特朗普总统 今天在纽约是怎么说的 美国的策略改变中 最重要也是最戏剧化的 就是我们与中国的往来 中国洗劫我们的公司 盗窃我们的知识产权 以美国利益为代价 补贴他们的产业 倾销商品 这是一个蓄意要让美国工厂倒闭的图谋 而在我当选之前 华盛顿的政客对此坐视不管 或许他们也搞不清楚情况 但这不太可能 但他们就是让这发生了 而且情况越来越糟 越来越恶化 现在我们改变了 大大改变了 我确定你们并没有注意到 但已经大大改变了 特别是自从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没有人比中国更会操弄数次 没有人比他们更会占美国的便宜 我不会用骗这个字 我不会讲这个字 但没有人比中国更会骗 不过批评完中国之后 特朗普总统又话锋一转 开始批评欧盟 他说欧盟在关税上 在贸易壁垒上 是非常非常的糟糕 甚至比中国还要糟糕 主持人 好的 我们感谢要义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谢谢大家